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又到了我们每一个月的主题时间了 6月份呢 我们要来聊的就是 下半年浴室排行榜前5名 哇 2022年 已经来到年度的中间咯 那么下半年到底哪些人会得奖呢 我们来看看吧 我们先来聊第5名 第5名的话呢 我会给上升或太阳载天秤座的朋友 恭喜你 因为呢基本上呢 因为木星来到了白羊座 所以呢对天秤座来讲呢 最大的好处就是在感情跟一对一的合作 你特别容易呢 有感情发展的机会 或者是跟别人合作上面非常顺利 也可能呢会得到这个贵人的相助 而这个贵人往往也带来的是 未来长期的发展 或者是有外国远地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天秤座朋友 有情好好的把握机会 当然有可能呢 因为下半年在10月28到12月20日左右的时候 木星会稍稍的离开白羊座 可是呢我觉得整体来看 这个天秤座朋友在下半年是能够广结善缘的 再来呢第4名我给双鱼座 双鱼座其实在2022年的运势不错 一个呢是你可能有蓬勃的发展 另外呢就是你有这个趋吉避凶 有这个福利保佑你的那种现象 所以呢在下半年双鱼座本身最好的就是财运 这个财运呢可能包括就是说 你会容易赚钱或者是说好像升官加薪的时候 调薪加奖的时候很容易轮到你 当然有可能就是说你的环境来看呢 大家也许在一般的水平 可是你就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机会 让你可以过的是比较轻松愉快的 那么在10月28日到12月20日的时候呢 因为木星又会进入双鱼座 所以双鱼座可以在年底再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梦想 做一个漂亮的happy ending哦 再来我们看到第3名 第3名呢我给白羊座 因为幸运的木星进入白羊座了嘛 但是你可能会很好奇 白羊座为什么不是第一名 基本上呢木星进入白羊座之后 会给白羊座信心 好运跟丰盛的机会 但是因为在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 木星他会在10月28日到12月20日左右 暂时离开了这个白羊座 所以白羊座可能在下半年 我觉得比较有利的是那种比较短期 快速完成的专案 你可以很顺利进行 如果他需要拖个半年或是一年的计划 有可能在下半年你会不断的调整修正 或是你要去学一些新东西 我觉得其实也蛮不错的哦 所以白羊座在这方面 我觉得是在下半年值得把握的 另外注意的是呢 因为白羊座的守护星火星 会在10月30日开始逆行 这个逆行可能会带来沟通啊 交通上面会有一些比较要调整的状况 所以我也觉得白羊座在下半年 其实在好运之余啊 我觉得我们抱持一个比较谦虚的心情 有遇到一些挫折调整一下 或是改变一下 搞不好你会更上层楼哦 再来呢看到第二名哦 第二名呢我给双子座朋友 双子座其实在今年我个人觉得运势算是相对非常不错的 而且呢整个流年是在强望你事业啊 跟这个整个事业舞台的发展 你是不是会发现从去年到今年 你的知名度增加了 你认识朋友增加了 你的工作上面的机会增加了 或者是总是有人欣赏你或给你支持呢 那么在下半年呢 我觉得这个双子座朋友呢 你一样可以啊按照你的计划 或是在既定的表现上往前冲 那么8月20日左右呢 火星会进入双子座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8 9月份你会超级的忙碌 甚至到10月份也是一样 但是挑战来了 在10月底的时候呢 因为火星会逆行 那又在双子座逆行嘛 所以可能那个时候的杂事会比较多 或者是阻碍比较多 那我给双子座朋友这个幸运的建议就是 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 你不妨单纯的做好两到三件事 我知道只跟你一件事你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你越单纯专一 你反而很容易有成就 如果你很贪心什么都想做好 涉足很多事情 那么在不顺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分散精力哦 那你的好运就会有点打折扣 最后最后最后 第一名是谁呢 第一名的话呢 我想给巨蟹座 上神或太阳在巨蟹座的朋友 为什么给巨蟹座呢 其实相较于2020年跟2021年 巨蟹座其实在2022年 慢慢有一种波云见日的感觉 因为之前真的是比较辛苦 或者在人际关系上会有一些比较波折 甚至你觉得有点坎坷的事情 但是在今年下半年呢 整个星象有利于巨蟹座的成长或者是牵动 甚至在事业层次方面都有不错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可能巨蟹座会思考的是说 我的未来要做什么 我要不要转职 调单位 我要不要学一些新东西 我要不要进修 我要不要跟化界的朋友交流 或者是从他们那边得到一些刺激 还是我要做代理 做国外生意 或是我要这个有一些智慧财产权等等的一些申请 或是我要出本书 Anyway 所以巨蟹座朋友 我觉得你的好运来自于 接下来不管时间或者是环境是如何的一些变化 你的成长是在这个动荡当中慢慢往上走的 所以我鼓励巨蟹座朋友呢 好好把握下半年做一些冲刺跟努力 当然巨蟹座最大的挑战就在人 所以如何有自己的团队 如何能够搞定这团队里面每个人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决定了巨蟹座你未来的格局有多大 那么讲完了这前五名之后呢 我还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呢 也许你并不是在我认为的前五名里面 但是呢 别忘了 今年其实呢 只要你能够健康平安快乐的活着 我觉得我们都是非常幸福好运的族群哦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六月份的主题了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个月再见